油條兄弟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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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柳晨 我今天要介紹的防疫料理是 重慶酸辣粉 內容物油 辣椒 蒜頭 辣椒粉 蓮巴 醬油 黑醋 還有最重要的靈魂 花生 切掉蒜頭切末 辣椒切小塊 加兩碗水 水粉之後 一個人喜好加入螺絲粉 或是麵體或是冬粉 將辣椒 蒜末 放入碗中 加入辣椒粉 醬油 烏醋 少許鹽 少許糖 一點點的烹大絲 加一點油 少許的油 弄熱之後 倒下去 爆香 在麵條熟透之後 倒入碗中 WOW 再加入這道菜的靈魂料理 花生 完成啦 在這裡可以吃到 道地的重慶酸辣粉喔 YOYOYO YEAH 沒有錯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防疫料理就是 所以要準備一個食材油 牛奶 新拉麵 金蛋 起司 煮沸300cc的開水 加入麵體 加入調味粉包 加入大約300cc的牛奶 煮至3分鐘以後 打入雞蛋 鋪上起司 蓋上鍋蓋 1分鐘後打開鍋蓋 完成 哇 中間這個蛋是越見蛋 還沒破呢 哇 把它攪破 吃吃時間 好多的奶香 好像外面在賣著 白酒蛤蜊麵 然後它牛奶的溫和 綜合了那個 辛拉麵的辣度 攀身完美 YOYOYO 今天就教大家各位 非常簡單 這家也可以製作的一個料理 我這道料理叫做 韓雞雞下面 它是一個跨時代的分子料理的分開料理 那不錯 把我們剛剛煮好的麵 攪拌均勻後呢 再把我們家裡隨處可得的鹹酥雞給加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超鬼 好吃 那布丁要什麼時候加入啊 布丁也要加啊 布丁喔 是如果說你還沒有吃飽的話 你就可以用布丁 我通常啦 我自己都用布丁來結束這一回合 還有 熱上麵一定要停掉 我今天要來介紹 居家防疫料理是鮪魚丼飯 要準備的食材油 白飯 鮪魚飯頭 蒜頭 將蒜頭切成末 將鮪魚罐頭打開 加入蒜頭 攪拌均勻 淋在白飯上 鮪魚丼飯 完成 開賣 開賣 幹 好像保路喔 有